买个便宜货,花得更少,过得更好 它有一款399%就开钱的版本 跟这个产品的区别就是399%的版本 它是支持手机遥控的 那249%的版本就不支持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一下这两款产品 好,我拿出我的开箱神刀了 那么致敏的这个包装看起来非常像一台笔记本电脑 整体的包装非常有家族特色 那整个包装也非常方便 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的话 这样子拎,你也是拎得动的 那我们先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电暖器的本体了 从这个顶部看过去 这个电暖器的科技含量看起来果真是不高 里面特别空 上面写着琴雾质量通风口 高温表面琴雾触摸 我把它的泡沫拆 这个泡沫很好 这个泡沫不会产生那种碎屑 那种家里到处都是的 这个质量还不错 把这个袋子拆开 继续用我的刀 好了,这样整个螺蛳也就拧完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产品 把它放正过来 那么这款产品的结构非常简单 造型也比较好看 从中间看它是一个完全镂空的结构 它那种加热方式叫对流式加热 它这里面的东西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不知道你们玩过没有吧 把一接电阻丝两头接上电源 电阻丝会发红发热 这时候会产生热量 那这个电暖器的原理跟那个是完全一致的 它是对流式的 就是热空气向上走 冷空气从里面进来 然后逐渐循环让整个房间给它加热 那么整个温度控制 这个应该是有两个档位 一个是1000瓦 一个是2000瓦 那至于加热速度怎么样 咱们稍后再说 从外观上来看 制米这个产品做的非常符合 那种日系的无印良品那种设计 就是整个看起来非常简洁也非常好看 然后这样拎起来 双手拎就完全也不沉了 然后看起来放起来也是很稳当的 然后开关是在侧边 这里是开关 这边是一档 这边是二档 中间是关 还不是滑动 还是按下去的开关设计 整体来看还不错吧 两百多块钱 感觉做工还可以 挺好看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开箱 另外一款格力的产品 那么格力的这个柴皮 做工呢 就非常非常的不互联网了 整个这个体积非常的大 然后这个包装箱呢 就是咱们传统所见过的那种 类似于工业的包装箱 你看 这个包装箱也质感也很差 然后 而且都脏了 上面这种打包袋 然后日常拆卸也很麻烦 但是我们都知道好东西嘛 那个是要看看里面做的怎么样 所以包装箱的问题 我们就先容忍一下 我们给它开箱 哦 里面还有一个包装盒 哎呀 看到了吗 里面还有一层包装 我们要把那层包装给它倒出来 最后呢我是选择把它倒出来了 但是包装上面写的啊 尽量不要倒置 但是一个人拆这个箱子很麻烦的 好 我把这个箱子拎起来 哎呀 这个明显比刚才重很多啊 如果按重量来评价一个东西好坏的话 那格力这个已经完全胜出了 可惜这个世界不是按重量来评判 一个事情好坏的 这个呢是一个水箱 这个水箱有什么功能啊 就是给加湿用的 一般里面灌了水之后 通过水分来蒸发来进行加湿 那这种加湿式的蒸发呢 跟罗永浩最近刚发布的加湿器 是一个玩法 这种加湿方式呢 会比超声波式的加湿方式 会更加好一点 哎这个包装拆的我好累啊 我都出汗了 好了 这个就是电暖器的本体了 我想说像格力这样的传统鞋 这包装真的不友好 尤其不适合一个人拆 尤其是不适合家中只有一个女生拆 拆这个包装就很费劲 然后这些物料啊 你看两层的包装纸箱 既不省钱也不优雅 然后这个包装的样子也不好看 对吧 那不管我们继续开箱 OK 这个加湿器现在能看得很明显啊 这两个是什么 这两个是给你烘干用的架子 我猜应该是这样的 对这应该就是烘干的架子 然后这个看得非常明显 这里面有一二三四 四块这个硅精加热片 那么这也是另外一种常见的加热方 它使用这种硅精片来加热 那从现在这个开箱来看 刚刚那个是对流式 这个呢是这种硅精片式 那两者谁好谁坏 我们待会再说 从做工来看啊 这里的塑料 就格力的这个塑料 大家看看这里 这里呢明显看到这个塑料不是那种很好的塑料 就像咱们所俗称的那种回料一样 那这个塑料明显的有一些不太平坦 然后这个做工也不好 这个塑料件明显 这个好像已经明显翘起来了 那200元200多块钱价格不贵 你把这玩意的都做过平坦 我觉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非常差 这里是很传统的这种机械式按钮 这种机械式没啥不好 那个唯一不好是在调节的时候 可能调节的不是那么敏感 但是作为一个电缆器来说 差那么那个2度5度的 我觉得问题不大 这样的东西也没事 那这么来做 只能让我觉得是它便宜 所以它使用的这种开关 也就显得比较简单 然后待会在实验的时候 我会来测试一下 如果不小心碰到这 会不会把手给烫到 这就是后面要测试的项目 总之从开箱上来看 我觉得整个在价格一样的情况下 我会优先去购买制米的产品 明显颜值就是正义 然后两个的功率2000瓦 都是差不多的 至于你说多了这个量依价的功能 以及加湿的功能 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取暖器的强性功能 那后续咱们再说吧 那这个是从开箱角度来看 我觉得致米已经胜利了 好了 这就是本期动用方标 关于开箱的部分 我们将在使用一阵子之后 去给大家来体验一下 它到底两款产品在加热方面的效果如何 那么这个加热呢 我们会使用 那个正常的温度计热成像仪 这样的方式去给大家来评测 那我已经在B站上征集了一些问题 我们稍后都会逐一去回答这些问题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